工作人員搬出旅梯 將公園的人偶蓋上布袋 這裡是宜蘭吉米廣場 一號下午開始進行防臺作業 避免人偶受到強風樹枝破壞 隨著颱風接近 宜蘭許多景點 預警封閉 遊客也被迫更改行程 在往南走來到七星潭 現場也拉起封鎖線戒備 但還是有民眾前來觀浪 一旁的旅宿業者一早就很忙碌 因為旅館位於低洼 擔心颱風來臨 風沛雨水 灌進地下室 趕緊拿沙包堆起一道牆 花蓮市區知名海產餐廳 原先的定位全退觀光 但新鮮海產不耐久放 業者冒雨開業 但市區逛街人潮少了一大半 想說要有一些火鍋 要燒燒 這樣比較不怕算 臺東池上香 布朗大道 下起毛毛細雨 當地知名景點金城武術 也被鄉公所五花大榜牢牢固定 就怕樹島的歷史重演不敢大意 我們就立即做了一些簡易的修剪 跟綁繩索把它固定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來減少金城武術 因為颱風造成的所影響跟傷害 我覺得很漂亮 下雨天的 這邊稻田也很好看 這一名香港遊客因為綠島行程被颱風打亂 改到池上 欣賞金城武術 東部地區網美景點加強防臺 不少景點沒有對外開放 讓遊客撲空而歸 3日新聞綜合報導